一处山谷竟传出所难及厮杀声 令附近村民避之不及 有人仓皇逃窜 有人静若神明 而传说听到此种声音的人最终都会倒霉 那么这件事情真的如同村民所传的那般离奇吗 这种声音难道真的是所谓的怪力乱神吗 本期八荒奇文录就带大家一起来寻找山谷怪声的真相 故事发生的地点位于贵州省安顺市的一处名叫外寨村的偏远村庄 村民们时代生活于此 村子的历史极为悠长 有一天一名叫韦达庆的村民外出放马 结果在放马时韦达庆接到电话说家中有急事 韦达庆虽将马儿的缰绳拴在一块石头旁 韦达庆知道自己家中的马儿性格温顺不会随便乱跑 自己在先前也这么做过 谁曾想这一次出现了意外 韦达庆在处理玩家中之事后返回原地 结果却找寻不到马儿的踪迹 韦达庆就好似热锅上的蚂蚁一般四处寻找 但四处并没有找到任何线索 韦达庆听闻老马食徒的故事 于是回村向村民们打听马儿的下落 但村民们表示并未看到过任何马匹 韦达庆在这时想到村子的后山上水草丰美 自己曾经到过后山放马 于是韦达庆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前往后山寻找丢失的马 但经过一天的寻找 天色已经逐渐暗了下来 韦达庆想到村中的老人所言 后山中经常有怪异的事情发生 最好不要伸入后山 但找马亲切的韦达庆顾不上这么多机会 当即进入后山寻找 找了一会儿后依旧没有发现马的踪迹 就在这时山谷中突然传出了唢呐的声音 这不仅让韦达庆背后发凉 谁能在快要天黑的时候在山中吹唢呐呢 韦达庆愈发害怕决定立刻返回家中 就当他准备返城时 山谷忽然刮起大风 紧接着唢呐声变成了巨大的厮杀声 似乎是后山中藏匿着千军万马一般 韦达庆回顾山中 却发现山中连半个人影都看不到 觉得事情诡异的韦达庆拔腿就跑 很快就返回家中 回到家的韦达庆依旧是心魂不定 他向村中的长者打听道 原来这已经不是第一次有人听到这种声音了 而听到这种声音的人最后有的感冒 有的倒霉 没有一人友好的下场 韦达庆经过多方打听 最终找上了歪寨村的村长韦达泽 韦达泽表示自己年轻时 也听到了山谷中的厮杀声 就好似有千军万马在山谷中奋战一般 甚至于将年轻的韦达泽吓哭了出来 韦达泽说 村中有将近一半的人都听到过这种声音 甚至有不少人认为这是传说中的阴兵界道 但身处唯物主义世界中 这种说法显然只是封建迷信 为了找回丢失的马 同时希望能破解山谷怪声的谜底 韦达庆找到了韦达泽 两人经过商议后决定 一同前往山谷中寻找事情的真相 两人进入山谷后 发现四周的山体被茂密的绿纸所覆盖 整个山体显得一片郁郁葱葱并无任何的一样 就当两人纳闷这声音究竟是如何传来的时候 山谷中大风四起 两人心中警铃大作 果不其然 山谷中的怪声如约而至 有了上次的经验 两人强压住心中害怕的念头 竖起耳朵仔细辨别声音的来源 很快两人就发现在山中的山腰处 有一个巨大的山洞 声音就仿佛是从那个山洞中传出来的一般 而这个山洞村长却并不陌生 当地人将这个山洞称之为雷打洞 顾名思义这个山洞是一被惊雷劈开的 而这样一个山洞也有一段惊心动魄的故事 传说在太平天国时期 太平天国的起义军来到了这个村子 而村子里的一对父子加入了义军 谁曾想起义军很快被发现 清政府很快就派兵前来围剿 起义军人数不敌官兵 且战且退至到后山之中 起义军在后山中搭建了一道不大不小的城墙 而后窝居于山洞之中凭借地理进行顽抗 但终究是寡不敌众 起义军伤亡惨重只剩下这一对父子 最终父亲不愿意看到儿子战死 选择自己引开官兵 让儿子逃出生天 到最后儿子虽然逃了出去 但那处山洞最终却埋葬了 无数起义军于官兵的尸骨 时至今日后 山中的围墙与风化的尸骨也随处可见 当地老人就认识 围市士兵的冤魂无法散去 魂魄在山谷中游荡 适不适地发出厮杀的声音 所以每当有山谷中的怪声传来时 总有一些村民会点燃高香 供奉自己的祖先 希望能够得到先祖的庇护 而歪寨村的故事 也吸引来了专家进行考察 在前往山洞后 专家发现山洞中的岩壁上 有很多空洞 每当起风时 大风穿过空洞 总能发出震震一响 而人类世界中的笛子 小号正是由于这一原理所制成的 由此这种现象也被称为笛子现象 而行程的声音在风力加持下传出山洞 声波在山谷中来回碰撞传播 最终形成村民们所听到的异响 但村民听到此种解释后 却并不能信服 一是山谷中传出的声响 与自己所听到的有一定的出入 而是听到异响的环境不对 因为山中时常刮起大风 但异响却并不是那么容易出现 专家得知后 对山洞进行了进一步的考察 同时参考了来自全国的资料 查阅资料时 专家们发现在北京的故宫之中 也有着类似的现象 在故宫中时常能够看到宫女的身影 甚至于凄惨的哭声 而这是因为故宫的红墙之中 富含四氧化三铁 而这种物质富含雌性 在某种特殊情况下 可以记录生影或是影子 专家们猜测 是不是这里的山洞中 也有着类似的矿物 进而导致了异响的出现 经过专家们的实地考察 最终有了明确的结论 歪寨村的后山之中 蕴含着大量的石英矿 而这种矿石 在经过加工之后 常被用于人类社会的录音机之中 所以这种矿石 也有着录音功能 闪电击穿山体之后 隐藏在山体内的石英矿 暴露在了空气之中 每当空气中的环境发生变化 电离子增多时 就会对山洞的岩壁 进行一个类似于充电的过程 如果在这一过程中 附近有较为响亮的声响时 岩壁就会将附近的声音记录下来 到了极端天气 或者是外部环境类似的情况下 岩壁就会发出 先前记录过的声音 至此真相已经大白 最终专家还是用科学的方法 解释了这一困扰 歪寨村的百年谜题 也为这种怪声 无数人希望能够逃离歪寨村 但即便是找出了真相 村中的老人也并不会完全的信服 要让一个的信仰发生改变 是极其困难的 歪寨村能做的就是告诉未来的人 世界上并不存在着怪力乱神 封建迷信的事情 唯有如此才算是彻底解开 歪寨村的声音之谜 本期《山谷怪想》的故事就结束了 那么大家对这件事情有什么看法呢 评论区留言讨论吧 心与各位阅同胜 讨论区留言讨论区定院